福特汽车公司宣布将联手中国宁德时代建造新厂来生产磷酸铁锂电池 而不是其目前所使用价格比较高的涅菇蒙电池 换句话说 新电池将以更低的成本来提供不同的好处 以帮助福特汽车公司提高电动车产量和利润率 不过这项合作案宣布之后并没有受到所有人欢迎 比如维吉尼亚州州长杨金就曾公开回应 鉴于与中国合作可能会带来安全隐患 它将退出选址竞标程序 而最终的新厂定职则在密歇根州的马歇尔地区 面对外界质疑 福特汽车公司电动车产业化副总裁德雷克回应 公司将通过一家全资子公司来拥有新工厂 而不是直接与宁德时代合资 这样可以避免掉额外的政治批评 此外 福特汽车公司将从宁德时代获得相关的技术许可 并有可能因此而获得联邦电动汽车的税收抵免 福特汽车公司强调 新厂预计于2026年开业 且将创造2500个工作岗位 且累计自2019年以来 福特和电池合作伙伴 已经在美国电动汽车和电池生产方面 投下176亿美元资金 东森新闻团队洛杉矶报道 电缆团队洛杉矿